野蜂的蜂梁配方和洋蜂的蜂梁配方基本上差不多 我们把500cc的水倒进锅子里头开始加热煮沸 开水煮沸之后,接下来倒入1公斤的砂糖 基本上饱和糖水的比例是糖比水2比1 在常温25度C左右,饱和糖水的比例是2比1 但是我们加热煮沸之后,糖和水的比例可以更高 甚至可以到2.5比1 我们用饱和糖水配置的蜂梁 完成之后不会有砂糖的颗粒存在 对于蜜蜂未来的进食会更加的容易 每一位养蜂人家都有独特的蜜方 基本上一份的花粉会添加4份的砂糖 如果为了节省成本的话 可以除了花粉之外,另外添加豆粉 补充蜜蜂的营养 蜂梁里头糖的比例越高,蜜蜂越喜欢 那有些蜂农也会添加一点点的盐巴和酵素去发酵 我们这次调制的蜂梁糖比花粉比例是3.3比1 所以我们用凉杯500cc凉称干的花粉 干的花粉比重大概是0.6左右 所以我们凉500cc大概就是300公克 通常蜂农会准备干的花粉或湿的花粉 湿的花粉好处就是它添加下去的时候很容易就分散 干的花粉因为已经晒干了,它是一个颗粒状 如果没有适当的分散的话 它会在蜂梁里头形成一粒一粒的 那这样的话对蜜蜂的取食是比较困难的 我们把300公克的花粉称凉好之后 就直接慢慢的倒进去饱和汤水里头 那因为饱和汤水本身就是一个容易状态 所以蜂梁会慢慢的分散 一边加蜂梁的时候一定要一边搅拌 不要让它结成一团一团 花粉糖浆加热的主要目的 其实是为了消毒 我们购买的花粉都是意大利蜜蜂采收的花粉 意大利蜜蜂其实不怕中囊病毒 但它有可能是中囊病的代源者 所以我们把意大利蜜蜂采集的花粉 透过加热的方式来做消毒的一个动作 有一部分的蜂油也会把花粉用电锅去蒸熟 达到消毒的作用 干燥的花粉在花粉糖浆里头 并没有办法完全的分散 所以我们要用搅拌机 快速的搅拌 来达到分散的一个效果 高温状态的花粉糖浆 它的粘稠度很低 所以我们在搅拌的初期 可以切换到快速搅拌 花粉糖浆在搅拌的过程会慢慢变冷 它的粘稠度会越来越高 当搅拌完成冷却到室温的时候 我们要去检查一下花粉是不是有完全的分散 同时检查它的粘稠度 我们拿汤匙把它拉起来 像这样的话是非常的稀 太稀的风凉很难喂食 我们这时候可以利用黄豆粉 脱脂的黄豆粉来进行粘稠度的调整 通常我们一次添加的黄豆粉是100公克 越浓稠的时候 你就开始把黄豆粉的添加量慢慢的降低 添加黄豆粉是让花粉糖浆 粘稠度增加变成花粉团 那为什么我们不添加花粉进去 直接去调整浓稠度呢 室温状态的花粉糖浆如果用花粉来调制浓稠度 如果花粉带有中囊病毒那这一批消毒过后的糖浆就受到了二次的污染 制作完成的蜂粮我们在喂食蜜蜂之前可以把营养粉适当的添加在里面 让蜜蜂吃的更健康增加它抗病的一个能力 以上给各位做一个参考 感谢观看